娱乐圈 娱乐圈 后来张杰凭借自己一首首作品,在乐坛夺的一席之位,逐渐成为这名歌手,他终于追上了谢娜的脚步,而在此之前,张杰有过一段情史,段西,1981年生于四川成都,2004年参加《我行我秀》,跻身全国十六桥,05年签约上腾娱乐,女子组合Date成员,现主要从事导演,主持等工作, 后,在张杰参加快男的前几年两人是情侣关系,后也种种原因分手,那一年张杰参加快男名声大起,那时,也正是张杰与谢娜恋情最火热的时候,当时张杰参加快乐男生,而何九老师也是节目的主持人,他们两人也因此认识, 后来何总介绍了谢娜给张杰认识,那时的谢娜还是张杰的小本丝,特别喜欢听张杰唱歌,十分崇拜她,张杰和谢娜也开始慢慢熟悉,张杰知道自己不如谢娜,所以一直没能踏出第一步,结果还是谢娜主动追求她,两人就这样尝试在一起, 当年已是歌手的张杰参加湖南卫视选秀节目与谢娜结缘,不久二人被爆恋情,那时张杰开始慢慢走红,而前女友顿西却找上门来,想拆散张杰和谢娜两人,还去打了谢娜一巴掌,当时谢娜因为张杰要参加比赛怕影响张杰发挥,并没有将此事说出来,谢娜的助理之后告诉张杰,更传闻张杰给了顿西两耳光, 为谢娜出头,当时为了逼嫌谢娜张杰甚至假分手,很多网友吐槽断气典型的爱慕虚容,幸好张杰和她分手分得早,后悔莫及啊,张杰家近不富裕,很早就开始自己赚钱养家,责任心很强,当时出入娱乐圈对谢娜说,等我赚到二十万时就娶你,如今张杰和谢娜结婚七年,两人一有甜蜜恩爱, 更在婚后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,一家四口幸福美满,而段西却成了最羡慕谢娜的人,谢娜则成了张太太,正是否早已注定,传闻在张杰最穷困潦倒的时候,段西只是一位指责,嘲讽,而谢娜却是极度的关怀和帮助,这样才是谢娜赢得了张杰的心最重步入婚姻殿堂,张杰也曾经在书中 对谢娜表示感谢和赞赏,如今两人一起在娱乐圈打拼,有各自的事业,同时又有一对宝贝女儿,堪称人生赢家